新书快报 大家好 我是陈品的丽晴 我是周韶华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籍是奇迹男孩 作者是阿杰帕拉丘 奇迹男孩 如果你光从书的封面来看 你会看到一个视觉的焦点 就是一个带着太空人头盔的一个男孩 书里面描述的这个奇迹男孩奥吉 他是一个因为基因罕见的遗传基因疾病 所以他天生就是出生的时候 他就有非常严重的面貌的一个缺陷 然后其实身体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疾病 所以他其实在十岁之前 他都是在家里自修的 这本书其实描述就是他十岁之后 父母觉得不能让他在家里的保护 留在家里应该要去学校里面 进入到学校这个大的团体 跟人际关系里面去跟社会群众有所互动 那书里面就描述他进入学校 开始学习 然后因为他是十岁的时候进入学校 其实就进入到所谓的青少年的青春期 其实青少年青春期 他就会面临到非常多的状况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 只要你跟人家有一点不同 你就会被放大 然后会在会非常引起瞩目 不管你是丑的啊胖的啊高的矮的 瘦的都会被人家来批评 更何况奥吉他有天生的颜面缺陷 因为他的脸的缺陷非常严重 所以他从小出门的时候 他都会带着太空口盔 就是避免大家看到他的脸的时候 会有一点惊吓 其实他也很习惯的那个惊吓 可是真的要让他去学校里面 跟这么多的人的互动的时候 其实他心里还是很害怕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 这样的青少年的小孩 跑到了学校去 其实这种剧情的开头 我们可以想象后面有很多类似像霸凌的故事 那这是一本霸凌的故事吗 其实他不是要 最主要不是要讲霸凌这件事情 而是要讲在青少年当中 有时候常常你一些无意的行为 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无心的自然的反应 可是就是这种无意的行为 有时候会伤害到人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奇迹男孩 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 跟我想象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霸凌可能不是主要的部分 然后他用了很多的 不同的角色来讲 同样一个场景里头发生的事情 这个地方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他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他这个故事 其实他除了用主角的 奥奇的那个主视觉的 一个方式去看之外 他其实还有用他的同学 或是他的姐姐 家人的一个视角来看 在同样的事情 有不同的观点 那他会用这种方式 其实是作者希望 就是说让读者想象说 如果你今天是这件事情 他其实在同一件事情发生 在不同的主角跟视角观点上面 他会产生不同的想法 透过不同的描述 你去看出一件事情的 一个完整的面向 那如果你是当中的哪一位 你会有什么样的做法 因为常常我们看到 都是只有单一面向的事情 那在这么多不同的叙事的角度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角色 你觉得想特别推荐给我们听众呢 像书里面有一个角色 就是他们的英文课的老师 布朗先生 他在他们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堂课里面 就有跟同学讲到说 他每一周的课程里面 他会提供一个格言 请同学记在笔记本里面 然后再根据这个格言 他们会来探讨他 然后再让同学写成文章 但重点是这个格言 其实作者的安排 其实这个格言是跟故事剧情有关系的 那他里面提供这些格言 就是真有其人 然后也是真的有说这句话 比如说他第一堂课的第一个格言 他是说 当有人要你在正确与仁慈之间做抉择 选择仁慈 就已经预告了我们未来 有人可能不仁慈 对就是 可能遇到很多不同抉择的时候 当然仁慈这件事情 他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他在当中不是说我只是写了一个格言 然后叫学生造抄 他是会老师跟学生之间做讨论 然后再把它延伸下去之后 大家去了解这个格言要讲什么 然后再来写文章 他用这个角度来带 所以他随着课程的进行里面 其实有每个月他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格言 那格言里面带给 我觉得不管是读者或是书里面的这个角色 其实他都有不同的一个面向的思考 想必在这本书里头他一定也有很多什么起伏的剧情的冲突的部分 但如果每一个角色看法都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们解读起来就应该会出现很多新的乐趣 是的就是你会有不同 如果今天我是奥吉 我是这个主角 或者是我是他同学杰克 在那个当下遇到那件事情 那我会怎么样去处理呢 其实那个对读者而言 就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替对方着想这件事情 是他们比较少会想到的事 但透过阅读可以让他们去体验这一方面 那奥吉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小孩 因为他跟人家至少外貌不一样 他跟别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或者是冲撞 是来自于哪一些呢 比如他是不是自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古灵精怪的个性 会造成一些后果 其实他是在书里面描述 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坚强的孩子 然后他也非常的体贴 可能是因为从小有很多事情要麻烦其他人 所以他特别会在事情发生前 他可能就会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但相对的他就是也是比较敏感 很容易感受到他人的眼光跟想法 所以有时候常常就把事情闷在自己心里面 里面一些其实我觉得很感人 是他在相处的那个方式 或者说可以感受到那个家人 家人对奥吉就是那种 家人之间纯粹的那一种亲情是非常感人的 然后甚至说友情方面的描写 就是奥吉白跟学校的同学 有一些互动是好的 有一些互动是差的 可是在书里面因为一个特别的事件 让大家的心聚在一起 那当中的那个转折 其实是非常感人的 最后再来我们把这本书名再介绍一次吧 今天介绍的书籍的书名是 《奇迹男孩》作者是 阿杰帕拉丘 我是陈品的立晴 我是周韶华 欢迎您下一次统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